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影射网络位置的共享文件夹到自己的电脑 其实说简单一些就是影射网络盘幅 我们首先打开资源管理器 在左侧找到我的电脑,资电脑 我们在上面点右键 可以看到有一个影射网络驱动器的选项 这个时候影射网络驱动器的向导就出来了 这个位置可以让我们选择当前空余的盘幅可以用来影射网络驱动器 也就是说将来你可以用这个盘幅来定位你的网络位置 然后下面你看这个框的话 是输入远程地址了 然后大家看这两个沟 登陆时重新连接 这个是下次取算计算机的时候自动影射这个盘幅 然后第二个沟是使用其他平均连接 也就是说现在是以你这个 比如说我这台电脑现在是用我的那个微软账号登陆的windows 然后你如果你要影射对方的话 对方也要有这个你的微软账号在对方的电脑上也要有权限 你才可以影射它 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很少见就是两台电脑完全一样的权限 所以我们一般都要使用这个选项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网络位置可以去影射 是192.168.88.188 这个是他有一个home共享 但是它的权限上面没有我这个用户 所以呢我们用使用其他的平均用它本身 用网络位置的那个用户权限去登陆它 我点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让我输入网络位置对方的那个平均 我那边是admin 这边你可以选记住或者不记录 点确定 好了 一个网络盘幅就映射完成了 如果我们想把它删掉的话 很简单 点右键 断开连接 这样的话下次重启 它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电脑里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节目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局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